加上一空 藥师立即捕获 疫情大爆发 让居家快筛事迹 顿时成为抢手货 但民众看到价钱时的反应却是 从国外回台的民众 听到快筛价格也吓一跳 而实际走访其他药局 价格其实也差不多 仔细比较市面上 比较常见的快筛世纪品牌 一般药局都有卖的 像是国产福尔 韩智的 瑞珍跟荷美斯 价格都落在300元上下 而连锁超商贩卖的 罗氏快筛世纪 一个要360元 福尔也贵了50元 但近期有促销 变成平均一个不到200块 美智的快得利 两入750元 最近也是打了约四五折 不过就算有打折优惠 价格都还是比国外贵上好几倍 我想这个会主要是跟 因为每个国家疫情状况 跟快筛的实量有关 像去年的状况 国内都没有在使用 所以它这个量就需要的少 所以相对快筛的制造成本 跟它的成本相对 相对是比较高的 虽然快筛世纪 还没出现缺货情形 不过价格依然很贵 只能期待快筛国家队 让快筛世纪的价格 更为亲民 华语新闻欢迎与李宁强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小铃铛